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石头评述 北戴河会议之后 据说习近平开了两个会 那提到的都是深化改革的问题 这个一个是什么国企的改革 一个是有关 据说跟新闻有点关系的 那提到改革的问题呢 我原来跟大家讲过 我说三中全会之后成立了很多改革小组 都是以改革的名义 废掉原来党务机构 很多朋友意识不到这点 我觉得因为意识不到这点是因为自己有一些固定的观念 就是认为共产党万岁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把很多朋友给毁了 还是从党的安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如果他是魔鬼的话 你还替他从党的安危的角度去考虑 什么叫党文化 什么叫洗脑 就是你固定的一些想法 你不愿意改变 而这个想法不是你的 是被别的东西给植入的 咱说过笑话了 我觉得这个笑话就是说 是我切身的体会了 我一直跟大家讲 是站在这个修炼的角度 人性的角度看问题 十几年前 我开始二十年 十几年前吧 开始修炼的时候 我记得看自己的师父讲过的道理说 很多观念不是你 很多观念 对不起 不是原话 很多观念不是你 如果是你的话 他应该听你的话 如果他不是你的话 在你不愿意让他来的时候 他偏偏占据你的想法的话 他肯定不是你 是外来的 这话听着有点空 可能有朋友不理解 那后来就提到 就说打坐 连练功都得打坐 一打坐的时候 出事了 这是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 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当你打坐的时候 人说打坐那人安静 下扯 我跟你讲 那心里翻江倒海的 咱就作为普通人 你为什么失眠 你躺在床上 说我啥都想 我就不想 我咬着根后操牙不想 我数一二三四五六 我睡觉 你为什么他 你想不让想他都出来呢 在佛家的眼睛里 一切都是活的 都是有生命的 包括我们人的思想 他是活的 而如果这个思想不是我们自己生命本身 他不会听我们的 所以你不想他都不成 他自个来 今天咱看电视的 看我节目的 现在的所有的人 很多状况 不是你愿意出现 很多想法 你想让他去掉 你就去不掉 我那时候打坐的时候 很有意思了 修炼就是生命升华 得去掉不好的东西 这是师父当时讲的理 一打坐的时候 我过去干过的所有的坏事 就像眼前演电影似的 一幕接一幕 你咬着后操牙 平常都想不起来的坏事 当时打坐的时候都出来 师父讲的道理是什么 你做什么事情都得还 你想升华了 人想升华了 你想修炼上去了 那为什么他出来像演电影似的 就是告诉你 你做过这些不好的事 而这些生命根本就在你要想升华的时候 他不干 他会抓着你 你不想都不成 不是你能控制的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修在自己 攻在师父 这是在修炼当中 师父讲过的道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慢慢这些东西就没了 也就不想了 也就没得想了 睡觉的时候 现在睡觉 那咱开玩笑 我自己睡觉的时候 睡觉 就是我说睡觉往那一躺就能睡着 说今儿睡十分钟 往那一躺十分钟自个儿起来 不信的听笑话啊 不信的你就听笑话 咱们就说这意思 你心里没东西的时候 整个人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想干嘛就能干嘛 你心里没东西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把那不好的东西去掉 就是这么个道理 当你心里安静 真正先是静化的静 清除掉 你才能安静下来 才能像静水一般 静如止水般 能够使一个生命得到升华 有人说 那你多冲一下耳朵 啥都留笔听 啥都不知道 那有这么一句话 那样的人好似在玄 玄妙的玄 玄中所做的生命 他自己有他对事情的所有的理解的看法 但他又不在事情中 我个人很浅薄的认识 一点点非常薄的修炼体会 仅限于我个人的认识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自己很多你睡不着觉 扰乱你的想法不是你 是观念 包括共产党万岁 是共产党那种背景的体制之下 党文化给你塑造的一种魔鬼式的东西 在影响着你 说白了 跟附体一样 跟青蛇传 白蛇传里面的蛇一样 对吧 跟你半夜走道走到坟头出来一大姑娘 吓死你 你心里又痒痒 他除了个大姑娘心里还不痒痒 搞不好就只狐狸 就跟那东西一样 信就算啊 不信就听故事了 无所谓 听笑话 但是马上走黑道的时候 你就想涛哥那句话 半夜他钻出一只狐狸了 真钻出来的时候 没事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要把眼界打开 别局限在自以为是的氛围下 如果都局限在自以为是的氛围下 都世界像你想那样 世界就不能再存在一秒钟了 它失去了色彩 世界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最关键的问题 是这一层一层的背景的环境 我们会总是给我们很吃惊 很诧异 因为我们新接触的东西 当我们打开心扉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五光十色 甚至超越于五光十色的世界 当你去接受着周围外在的东西的时候 而它关键的问题是去掉观念 党国万岁 乱与不乱 这都是观念 就像今天习近平反腐似的 反腐 抓贪官 必然触及到利益集团 这利益集团一定是过去的大官 要不然反什么腐扯什么蛋 就不存在了 对不对 什么涉及到党国安危 劝你大心眼 反腐必然反的是已经腐败的人 抓通奸犯必然已经是玩过的人 对不 还有什么担忧和不担忧的 东方日报写了篇评论 有点担忧的味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inspired by an ancient culture pure beauty pure energy pure wisdom pure spirituality pur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神仁 党国安危细于一身 第五代如履薄冰 第五代上台后 斗豪强 逞权贵 反腐整风 民心大快 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 也在谴资暗掌 这是场生死较量 党国安危细在第五代身上 这样的体制极其危险 话都说完了 那反的就是 大快人心的这种事情 对不对 干掉贪官 老百姓高兴 体制极其危险 你砸了 它不就完了吗 没这个体制 没那个官 没这个体制 没这个利益集团 没这个体制 没有这个贪腐 没有这个体制 正是没有这个体制的话 如果老百姓不就心里就开心了吗 有了这个体制 老百姓不就不开心了吗 体制滋长出来的东西 被你今天干掉 老百姓高兴了 你就把体制砸了 不就完了吗 这就是观念 挺简单的事 对吧 挺简单的事 就像早上吃饭 非得抱个盆吃 我天天用盆吃 我就得抱个盆吃 换个碗就不会吃了 你又不是猪 有时候自己埋在自己的时候 说的铿锵有力的 把自己给糟蹋了 说的铿锵有力的 在反驳别人的时候 把自己糟蹋了 对吧 就是我刚才说的 天天给你盆吃 换个碗不会吃的 你吃的是里面的东西 又没跟那个盆管的关系 但很多人是这样 文章他上来提到说 北京军区最近调动频繁 中央警卫团的一年多来大换血 那这种动作就是防止在 反扑势力过程中 在反贪腐的势力过程中 对方会采取极端的手段 进行反扑 那我个人认为 有这个可能 但是呢 可能性有多大呢 是个问号 原因呢就是 主事的人干了 给干掉了 其他就散了 对吧 军队的官 降级军官 如果古军山 徐才后 开闸子这么 这么收钱 去买官 卖官的话 那个官 没这能力去反 那个官 没那能力去杀人 他没有那个能力 你记住 他的能力 唯一就是花钱 买官 搞女人 再挣钱 就是那点欲望 我们跟你说 都是下三路的事 上边不会干 下三路都是龌龊的事 上边有脑袋 有思想 他没有 所以可以这么说 但我认为呢 是另外一回事 文章讲 历史经验 告诉我们 中国大刀阔斧 反贪腐 或者什么 其他的做法 往往会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 和这个生命的威胁 他提到商鞅变法 王安石等等 包括这个 朱镕基上台 一百口棺材 九十九口给贪官 一口留给自己 朱镕基呢 没做成 对吧 所以习近平 把这句话拿过来了 朱镕基总理说过 九十九 一百口棺材 我们干 朱镕基当时 为什么没干成啊 没干过江泽民 习近平也 气不过 拿过来 这一百口棺材 还给你们 文章也提到说 第五代 这个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习近平上台后 四十多名省部级高官 被干掉 那郑永康 徐灾后 大老虎被关进监狱里 但是反腐还没有句号 那最近又传出 呃 等等等等 还有其他的人 他说这样会造成人心惶惶 毛泽东上台之后 杀了替他卖命的人 那些人都是把脑袋捆在裤腰带上 干过来 那些人敢干 对吧 因为他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 因为从一开始 他就这么历练过来的 历练过来的 对吧 因为一开始 他就看着毛泽东在延安搞别的女人 就这么一路搞过来 搞成了伟大的领袖 那后来 共产党的高官进城的时候 毛泽东挺哥们挺举起 共产党的官 男人换老婆 这是共产党进城之后的 在个人私生活当中的 非常到位的一件事情 原配 活着死的什么都无所谓 都换老婆 这是中南海发生的事情 好 所以一直是通奸是罪 就到这儿 王岐山才把这话说出来 所以大家有些文化朋友 说通奸是罪 这句话不在法律上 你别太在乎 你真的别太在乎 通奸是罪 这句话 这个罪名拿上来 可是有故事 我觉得有它的含义 有它的含义 给不同的人 你都得给人个空间 给个份儿 让人能转身 你不能憋太死 对不对 我觉得有些文化朋友 包括一些维权律师 太踩着条文了 今天的年代 不是踩着条文的年代 他踩不了 我跟你讲 踩完了可能就真出事了 他这个事 他这个事是个过程 我只能说是个过程 大家看法不一啊 你不用 有朋友说 石超你像着谁 你不像着谁 他跟我没关系 我说句难听话 我像着谁 不像着谁 都跟我没关系 我个人的说法 就是从生命的角度 真实的去珍惜生命 你这专业 那专业 这砖头 那板砖 无所谓 珍惜生命 爱乎人与人之间的 这种缘分 这就是最关键 其他都是怕 文章讲 第五代触及了 大批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些人目前压而不服 暗中司机 而且一些被边缘化的势力 在旁边等待着 这个习近平犯错误 一旦习近平在处理问题上 出现漏洞时 则有可能群其而攻之 甚至不惜勾结 美日等国进行反扑 那习近平施政 只许胜 不许败 否则后患无穷 那你不能说 这不是个道理 对吧 这个制度会造成这样 但是呢 我们听到的一个说法 对吧 就是极权的说法 那我跟大家说的就是 三中全会之后 习近平成立了改革小组 他成立了诸多的改革小组 自己认头照 然后我说的意思就是干掉 就废掉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 这是最关键的作用 北德赫会议开完 他立刻开了两个会 都是在深化改革小组的名义下开的 没在政治局名义下开 没在政治局常委名义下开 有些人拧不过这个儿 这脑子转不过来 当他以改革的名义的时候 谁也不好反 谁也说不出口 谁也找不着理由 这就是最关键 那这篇文章里他也提到说 极权一身更好断绝 其实就重复了我刚才那个说法 当然他的说法跟我的说法是不太一样了 他有他自己的解释了 我刚才的说法就很简单 真正是干嘛 是否定江泽民的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 自三中全会之后 你在任何报章媒体上 再也看不见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 干死江泽民从三中全会的时候开始了 文章讲 习近平如此极大权于一身 主要是吸收了过往的教训 胡温时代九个政治局常委 九龙治水 谁也不服谁 加上胡锦涛软弱无能 常委经常一而不决 决而不行 如今习近平及权力一身 更好的断绝 我刚才就讲了 为什么叫谁也不服谁 为什么叫决而不行 江泽民是真正的实权者 这样的做法是因为胡锦涛是总书记 温家宝是总理 如果你换个人 如果当时周永康是总书记的时候 早把政治局常委给砍了 他要那个哈呀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明白 说清楚的 那正是他这样的肩架结构 也就造成了今天习近平在 即大权于一身 所以真正的打斗出现在三中全会上 真正的决定是在三中全会上 三中全会的结果 奠定了今天后来一吸力的动作 三中全会之前 大家都是戏子 文章讲 面对这样的形形色色的危机 自身也成为危机的来源 所以一旦他讲习近平身体有所不适 或者出了什么其他事情的话 那整个政体会失去核心的 政治平衡会被打断的 那各种山头势力 你争我夺政治混乱等等等等 他提到了这些 这是一种说法了 那这是一种说法了 我的说法就挺简单的 顺天一而为之 怎么做都成 而这一切的一切 这篇文章最一开始说了 这个这样反应下去 会给党国的安危 会给整个制度带来极度的不稳定 其实我的说法 如果就是要砸烂这个制度 和扔掉共产党的话 从这个角度上说 那就是一件好事 而不是坏事 所以这是我一再跟大家分清的 讲清楚的 你不要固守着自己观念看问题 被自己的观念给骗了 还以为自己挺明白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